哈喽大家好我是黄小鱼 我之前在网上买过一次月子餐 里面有月子粥 然后月子汤还有一个月子米酒 有好多月妈私信问我吃的怎么样 说他们也想买 那我今天准备拍个视频 给你们拍一下制作过程 然后还有做好之后的成品 那我现在去厨房先从粥开始用起吧 这个是月子粥 这个是第29天的 这个上面这里有写时间 红色五谷粥 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粥是要提前泡4个小时的 我现在先把它泡到水里 明天早上直接煮就好了 这里面 是这个样子的 水煎好了就放着吧 明天早上直接炖 看看我的稀饭煮好 这已经好了 看 先煎起来吃吧 这个一袋刚好煮着一碗 然后给我一半吃 这个就是我每天的早餐 都是这样的 8个蒸饺 然后一碗月子粥 它这里面还挺丰富的 看着还可以哈 这个有芸豆 然后糯米啊 糯米还有红扁豆 还有红米 它可以 每天都是不一样的 粥的品种 我现在先吃这个 吃完了等会去把汤给做了 再滤给你们看 今天要做的是这个汤 木瓜花生黄花汤 然后要准备排骨 这个排骨是自己备的 然后已经焯好水了 再准备两块生姜 先把这个材料拿出来 这是一包什么 花生 这个是 红豆 黄豆 这里面是黄花菜 先把这些材料都泡着洗一下 把这个也泡着洗一下 洗干净了 那我准备炖了 我这个炖中比较小 我就是分了两个炖中给它装的 把这材料丢进去 一边分一半 在一边丢几个排骨进去 在一边丢几个排骨进去 一边放一个生姜 OK了 接水 然后里面加这么多的水 然后再放到这个炖中里面去炖 这个糊的盖子被我摔了 又搞了个茶杯的盖子用 上面这个有模式 我要调到炖汤的模式 好行了 整个三大小时之后就熟了 这个里面有排骨 然后花生米 黄豆 这个是黄花菜 还有这个白的 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东西 炖熟了之后就加一点盐就好了 行了 汤干材料包看着挺少的 但是炖熟了其实挺大一碗的 看跟旁边的做着对比 好了我要开始吃饭了 我跟你们说一下 之前不是买了一个月子米酒吗 那个米酒说是发奶的吗 下奶的 但是我把10瓶都喝完了 好像没什么作用 不知道我是本来就没有奶的人 还是那个对我不起作用 那个就不建议买了吧 因为也不便宜 19块钱一瓶 效果反正也没有看得很明显的效果 然后 一个还那个 今天早上炖的那个月子粥 这个还可以 它这个是30天的 然后每天是不同样的 160块钱吧 30代 我每天早上都会炖一袋那个粥 然后再搭配一点蒸饺 或者馒头包子之类的 一起吃挺好的 再这个汤 它这个汤也是30天的 但是它会有重复的 它基本上可能就15个品种吧 因为我经常会吃到有重复的一样的 然后这个里面 大部分的汤里面都是要自己加肉的 比如说这个汤它里面会加排骨 有的汤里面你得自己加一点鸡子进去 或者瘦肉进去一起炖 有一些汤它里面是配个荤的 你就不用加 像我之前喝了一个墨鱼花生汤 它那个里面是有墨鱼干 就是干货的那一种 然后把它泡了之后就可以直接炖 你就不用加荤的 不过大部分的都是得自己加肉进去炖的 然后炖好了之后就加一点盐就可以了 我买的这一家汤 有些品种我喝着还可以 有些品种我喝不习惯吧 它那个不知道是广东那边的汤还是哪里汤 我有些品种 其实我喝的不是太习惯 汤的话 你们也可以考虑一下 我买了这家 有一半喝着还可以 有一半其实我不是太爱喝 粥的话是比较推荐的 是可以买的 好了 日子餐也跟你们分享完了 那今天视频就这样了 我再吃饭了 拜拜了 我们下次再见